各位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说说 人年纪大了 就得多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研究啥你研究 我玩了 干吗 你这么大岁数你玩赖啊你 行吧 我去跟你坦白吧 虽然说论公司管理你确实很厉害 喂 蜜总 查清楚了 这个田临动物医院的法人叫田东庆 也是医院的院长 最近中风住院了 医院的投资人胡畅德 以田东庆违约为由 准备撤刺 并且冻结了医院的对公账号 蜜总 你还在听吗 我知道了 男女呢 再来一句 来行啊 不能白玩 得有点堵住 你说 我想换个新的摩托车 我给你换个摩托车 以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不管你了 行不行 行 行 行吧 说话算说 请 我输了以后都听你的 是你说的 来 来 来 行 来 来 来 爸 托车给您带在老书场 您尝尝 你今天过来 是想跟我聊聊 关于沈密出任集团总裁的事吧 我虽然不在一线了 但集团大大小小的事 也瞒不够我 你以为 昨天活动上的那场闹剧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还有 还有今天的会上 你让姓赵那小子 像个跳梁小丑似的大闹一通 又不够着 又不够着 爸 我是用了一些方法 考验了一下神秘 但是 这也不全是我个人的意思 懂 你说 我听听 您看您当年干动物医院 那是从一线一点点干起来的 我和我哥呢 也是跟着您 把公司从无到有无弄起来的 现在公司这么大盘子 这么多股东 真金白银的投进来 那是对咱们的信任 我看没几个股东 能相信一个毛头小子 能把集团带好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款价 你款哪儿都没用 你无路可走了 认输吧 我还没输呢 我已经出来了 拉一下鞠你就输了呀 你以为我输了吗 还不然呢 不可能 还有最后一步 哪一步 不玩呢 玩赖呀 就赖 反正呢 这几棋我告诉你 怎么样 你们两个 战果如何 我赢了 你输了 不可能 我没输 还耍赖 差不多了 饭好了 我们去吃饭吧 行 我们聊完就下去 好 别人也等 你先去吧 嗯 这番棋呢 你认不认也得认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 你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工资加五险一金 然后呢 从你入职那天开始计算 你就不能 再用一份支付宝 跟微信里面的钱 你银行卡也不能动 你也不能向家里借一份钱 尤其是你的那些狐朋狗友 当然了你条件好 眼光高 很多公司入不了你的眼 没关系 咱们集团里的待遇跟福利 你都会 行 集团啊 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我去绿川干嘛 夹在你和我爸中间 受家伙借 我才不去呢 记住了 一个月 老弟 第一句让你的 你下棋还是太难了 好好学学 行啊 你算计我 幼稚 你等会儿 你算计我说明 你根本吓不过我